市长谢果良亲自颁发当选证书 给59位家长会长 感谢所有会长对于教育的热忱与关心 市长也和这次当选的家长会长 分享他上任后 积极推动的基隆教育愿景 今天很开心能够受证给 新任所有的国小国中高中 甚至还有一两所幼稚园的家长会的会长 那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是个家长的团队 那我务必要把他们的建议好好的参考 然后落实在我们的各项工作 但我也跟大家讲 包括说引进顶尖大学的课程 给基隆的高中生 还有就是说把校园所有的暴力的问题 都要用前所未有的强度去管控 还有就是说让各校都找到特色 也不会因为人数不到就不开班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东西 但是一定还有更多家长想做 我们有待还要继续做的 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得更好 市长谢国良积极引进国外顶尖学府的教育资源 期盼为学子打造优质的学习经验 这点也获得家长的肯定与认同 说到这一点 其实我是第一个响应市长的政策 我女儿今年本来可以上松山高中 留在基隆在地就学 就是响应市长的国际化教学 那现在已经引进美国的一个优秀之士之 我们要进行线上课程 那这在高中生来讲 对于他将来的学期历程来讲 它是很重要的一块 尤其是台湾走向国际化的 目前来讲的话 学习历程有国外的认证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市长谢国良说 将攜手各校校长 家长会长与家长团体共同努力 打造教育亮点 帮助学子发挥才能实现梦想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